国内上个星期才发生老鼠在7-11连锁便利店的食物柜内啪啪走的事件 如今知名连锁咖啡店Otho白咖啡也被顾客投诉 辣椒酱里面有大批幼虫在蠕动 这一名顾客将这一段不愉快的用餐经历通过脸书公共专页公诸于事 贴文中附上一段视频 上面清楚见到成群白色幼虫在辣椒酱里蠕动 其中一个酱料碟几乎清空 看来顾客事发时也吃了不少幼虫 回想起来还真的是恶心指数爆表 这一家位于森美兰汝莱新镇Otho分店的店长也有在视频中出现 似乎尝试要打圆场 这一段视频尚在两天后 已经有超过一万七千多次转发 超过一百万人观看 Otho管理层今天下午回应8号新闻记者的询问时强调 辱来新镇分店的幼虫问题只是单一事件 目前正在展开内部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